嗨 哈啰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两岸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 大家好 生命总有价值 哪怕是一棵受伤的树 也献出了一片绿荫 因台湾登峰文创有限公司的邀请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2019年4月12-22日 在台湾公益巡演 总共演出六场 牵手观音 继台北战后 还将前往高雄 台中 花莲等的演出 2019年4月12日晚上7时 在台中中兴大 学会孙唐国际会议中兴盛大演出 作无虚席 震撼人心 牵手观音 获得观众一致高度好评 台湾非盈利组织联合总会荣誉 总会长张连兴表示 这是一场有中华文化 有艺术水准 有佛教内涵的艺术盛宴 开场由主办方中华嘎党八佛教总会 总会长会吉祥大活佛 为大家祈福后正式演出 中国残疾人联会所属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受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的邀请来台演出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是中国一个以残疾人才艺表演为主的艺术演出团体 1987年成立 起初只是一个业余团体 以弘扬残疾人品等参与为主 2000年后 随着《我的梦》 《牵手观音》等高水准的文艺表演的推出 艺术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目前已成为国际一流的演出团体 在海内外享有盛名 艺术团还成立了和谐基金会 将自己演出收入捐赠给其他残疾人士 现任名誉团长为邓朴芳 团长为台丽华 记者邹志忠报导 希望对从个人到家庭产生这种正面的共鸣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积极相散 那么付出心力 这个出钱出力帮助众生是应该的 无言无悔 那么自己也要做好 自己没有烦恼 又帮助别人 不要说帮助了别人自己很烦恼 或者自己很烦恼又帮不到别人 这个都是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 让每一个家庭 整个社会 每一个国家都能稳定和谐 那这个是我们最终的希望 也就是目的就是要每一个众生 得到真正的快乐 那么最终得到真正的幸福 那这样的长期的安乐之在 是我们所期望的